糖尿病患者的福音来了 日本传来好消息 糖尿病用药 再也不止二甲双瓜 全球首批的治疗二型糖尿病新药 CIMIG500毫克片剂在日本上市 CIMIG 盐酸医美格列明口服片剂 是一种首创进入临床开发的药物 它以线立体生物能量学为把标 已被证明可以通过增加胰岛素分泌 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抑制糖医生作用 发挥降低血糖功效 这种作用机制具有预防内皮功能障碍 和舒张功能障碍的潜力 对糖尿病引起的微血管和大血管缺陷 具有保护作用 此外 医美格列明对β细胞的存活和功能 也具有潜在的保护作用 和现有的口服降糖药不同 这款新药是唯一一个 可同时针对参与葡萄糖体内 平衡的所有三大关键器官 即肝脏、肌肉、胰腺 发挥作用的口服降糖药 胰腺以葡萄糖浓度依赖性的方式 促进胰岛素分泌 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肝脏和肌肉可以抑制糖医生 改善糖吸收来降低血糖 而医美格列明的独特机制 为新药提供了很多潜能 那么这款新药 还有哪些让我们惊喜的地方? 关注注视会社东阳视频号 明天为糖尿病患者们分析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一个赞再走吧 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